收破烂的老太太为张古提供了一条有关那男婴的线索 张古找到了另一个男婴 就当秘密即将揭穿的时候 时期排房的男婴忽然失踪了 请听系列广播剧《永远的婴儿》第八集 张古一夜没睡 两眼星红 天亮了他的心就踏实了一些 他认为这个男婴绝对是个异类 他属于另一种阴暗的时空 而太阳出来了 张古不那么害怕了 此时张古对男婴充满了仇恨 时期排房发生的悲剧肯定就是他到的鬼 男婴醒了 他在被窝里玩 张古对他的伪装感到恶心和恐怖 他装作没事一样来到床前 走吧 我送你回慕容家 张古为他穿衣服的时候 手开始抖起来 他看见婴儿的头发上有一个草屑 那无疑是他半夜出去时挂上的 张古为男婴穿好衣服 要领他出门的时候 顺手把那个录音机装进了口袋里 他拉起了那个男婴的手 他的心砰砰砰猛跳起来 他惧怕那只小小的白白的嫩嫩的手 他不会突然抓住我吧 男婴没有抓他 他乖顺地跟着张古走了 把男婴送到慕容家之后 张古把邻居们都叫到了慕容家 李麻夫妻 变太太 慕容太太 他们都不知道张古要干什么 那个男婴拿起一支皮球 在手中扔着玩 动作很笨拙 张古突然指着那个男婴 这个孩子会说话 大家都愣了 昨天我特意把他抱到我家去住 半夜的时候 我亲眼见到他拿着我的录音机 溜到房后 录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话 还 还鬼哭狼嚎 他是个怪东西 以前出 出着怪事的 都是他搞的鬼 大家都看那个男婴 他专心致志地扔着皮球玩 不小心摔了一脚 爬起来继续扔 他还不懂事呢 你怎么能跟熊熊一样变谎话呢 哎呀 你不相信我 肯定是你做梦的 张古从口袋里掏出录音机 你 你们自己听听吧 他打开他的录音机 让每个人戴上耳机听 可是 每个人听见的 都是一群人在酒桌上 说最话的录音 张古不相信 自己听 整盘盒带都是同一个内容 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大家在一起喝酒 说最话 其中他自己的声音最多 最清楚 这 这怎么可能 张古 最近你的身体可能有问题 你得到医院看一看 然后他又浮在张古耳边 你是不是特别崇拜电影里的侦探 千万别走火入魔 特别是不要再戴那个鸭舌帽了 更不要煮那个文明棍 镇里的人都感到好笑 只是没人对你说罢了 张古竟然有了点动摇 他知道李太太说的话是什么含义 难道昨晚我真的是在做梦吗 那个男婴对大人说的话一点都听不懂 他还在玩他的皮球 嘴里发出乌依乌依的声音 李妈夫妻回家了 慕容太太进厨房做早饭了 有人切了牵张古的一脚 他转头看 是变太太 我相信你 然后他垂下头 很怕事地走开了 剩下了张古和那个男婴 这时候 那个男婴停止了踢球 他转头看了看张古 那眼神简直就像换了另一个人 这一天 慕容太太领着男婴到邮电所 给老公寄挂号信 邮电所的营业室里人不少 大家排着队 慕容太太领着男婴排在最后面 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 朝着邮电所的方向走过来 他推着垃圾车 一边走 一边慢悠悠地喊着 收破烂喽 他离邮电所 大约还有五十米远 如果这时候慕容太太走出来 那个男婴和那个老太太 就不会碰上面 因为慕容太太和那个男婴 出了邮电所要向另一个方向走 可是慕容太太的信还没有寄走 她的前面还有四个人 最前面的那个人是个种地的农民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邮电所的人一直在给他讲解 如何写地址和邮政编码 很费劲 孩子 乖 我们再等会儿 来 妈妈给你玩猜纸头的游戏 你猜猜哪个是妈妈的中指啊 那个老太太走过五十米所用的时间 应该比四个人办理邮寄挂号信 所用的时间短一些 但是有一个鞋匠走过来 这个鞋匠有点神经兮兮 她逢人就强调 她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不过修鞋的技术很不错 她走进那个老太太 你如果收到那种不太旧的鞋 千万卖给我 我修修补补还能穿 打斗不成双 扔掉这一只 肯定就会扔掉那一只 我是一个节俭的人 到了慕容太太寄信的时候 偏偏出了点小问题 她的信封不是标准信封 不能邮寄 她只好在邮电所 现买了一个信封 把封了口的信撕开 装进新买的信封里 再重新写邮政编码和地址 鞋匠终于走开了 那个老太太 一步步朝邮电所方向走过来 慕容太太的信 成功寄出了 她领着男婴走出来 在绝伦地震邮电所门口 那个老太太和那个男婴 终于撞见了 老太太看见那个男婴之后就呆住了 她的双眼充满恐惑 那个男婴看到了老太太 也大吃一惊 好像十分害怕 你怎么不走了 跟妈妈回家 那个男婴低下头 立即跟慕容太太走了 没有回一次头 那个老太太也推起她的垃圾车 急匆匆地溜药 张鼓的情绪极其低落 她上班时沉默寡言 下了班就蒙头大睡 我经历的是不是幻觉 我的动力是不是病症呢 这天她加班 很晚才回家 在路上 她看见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 推着垃圾车走过来 张鼓害怕极了 她清楚自己斗败了 她怕那个男婴 怕这个古怪的老太太 可老太太一如既往地走过来 她的步履很慢 关节像生锈了一样 终于 她和张鼓走到一起了 张鼓胆怯地低下头去 她并没有停下来 她推着垃圾车 一直朝前走 看都不看张鼓一眼 眼睛直直地瞅着前方 两个人擦肩而过之后 张鼓感觉她慢慢停了下来 她不敢回头 你站住 她回过头 看见那老太太果然停下来 她背对着自己 并没有转过身来 你想不想知道 那个奇怪的婴儿是怎么回事 我想 不想 我不想知道 你去太平镇看看吧 你怎么 你怎么让我相信你 你不信 就算了 然后 她推着垃圾车就走了 张鼓一直看着她 直到那苍老的背影 消失在路灯 找不到的更黑的地方 张鼓快步朝家走去 一路上 她时不时回头看一眼 生怕那个老太太跟上来 躺在床上 张鼓反复回味她的话 她又一次肯定了 自己以前的猜测 我觉得 我应该走一趟 从绝伦地到太平镇 虽然只有一百公里 但是路不顺 要转两次车 张鼓当天晚上就到了太平镇 太平镇有三个绝伦地那么大 她在旅店住下之后 就跟开店的老板套近户 打听相关的消息 那个老板是个极其热心的人 很快 张鼓就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请问 你有没有听说过 有一个奇怪的婴儿 哎呦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卖艺的婴儿啊 卖艺的 对呀 最近这里来了一个卖艺的 他领着一个孩子 才一岁左右 但是会唱戏 特别神 哦 那不是神童吗 应该好好培养 哎呦 走江湖卖艺的 鸡一顿宝一顿 哪有那份闲钱呀 难道是另一个男婴 第二天 张鼓早早就来到街上 寻找那个卖艺的人 终于 他在马市 看见了他们 围观者 里三层外三层 张鼓挤进去 见那个婴儿正在表演 他小小的 却穿着特制的花花绿绿的古代西装 脸上画着浓浓的西装 有一种说不清的怪异 张鼓看不清他的真面目 但是张鼓感觉 他就是那个男婴 他的脸盘 他的五官 眼神 张鼓无比熟悉 他不自觉地 往后缩了缩 他怎么可能是男婴啊 男婴的声音 尖尖地 细细的 一个大人 在后面拉弧琴 弧琴的声音 也尖尖地 细细的 张鼓第一眼 看见那个大人 心中就抖了一下 他的脸上有刀疤 张鼓觉得 他正是算卦里说的恶人 卖一人 说那个男婴 就是他的孩子 可是 张鼓却觉得 那个男婴 更像一个没有生命的木偶 而那个恶人 在幕后操纵着他 大家往场子里扔钱 张鼓也学着样子扔 他耐心地等着散场 他想靠近那个男婴 弄清 他到底是木偶 还是有血有肉的生命 他有很多的问题 要问他 你到底多大年纪了 你从哪里来啊 你到哪里去 你知不知道 还有一个 跟你一样的男婴啊 你到底是什么东西 你们一共有多少 你们到底想干些什么 天快黑了 人渐渐少了 那个恶人 开始收场了 张鼓装成没事人 晃晃悠悠走近他们 老板 今天收入不错吧 那个恶人 看了张鼓一眼 没有说话 他的眼神充满敌意 他加快了 收拾东西的速度 张鼓看了看 那个男婴 他的身上 还穿着花花绿绿的西装 脸上还化着浓浓的西装 等于戴了一个面具 他像木偶一样 坐在一块石头上 一言不发 纹丝不动 小朋友 你多大了 男婴看都不看他一眼 那个恶人 突然在旁边 吹了一声奇怪的口哨 像一种什么暗号 这个男婴 像一只被驯化的猴子 听了那口哨声 立即灵敏地窜过去 那个恶人 扯着他的手 急匆匆地走开了 他根本不让张鼓 靠近这个男婴 那天晚上 张鼓又听见了 那条狗的叫声 相隔一百公里 怎么还有那条狗的叫声 绝不可能 但是那叫声 确实一模一样 第二天 张鼓又去了 他还想接近那个男婴 那个恶人 对张鼓更加防范 他一眼 就在人群中 看见了张鼓 看见张鼓 立刻对那个男婴 吹了一声奇怪的口哨 那男婴就不唱了 窜到他身边 他迅速收了场 扯着那个男婴 离开了 离开时 他恶狠狠地 瞪了张鼓一眼 虽然离得挺远 但是张鼓感觉到 那眼神里 透着令人不寒而栗的 凶恶 这个恶人 对这个男婴 似乎有一种 不可抗拒的能力 男婴好像是 这个恶人的一部分 这都感觉 好奇怪啊 晚上张鼓睡不着 回想那恶人的眼神 他在分析 判断 不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那个男婴给绝伦帝 制造了悲剧 这个男婴 也一定会给太平镇 带来灾火 第三天 张鼓又找那两个 神秘的卖艺人去了 这次 他化了一下妆 化了一身 新鲜人类的衣服 把头发染成了棕色 又化了一副新款墨镜 他远远地 站在围观的人群之外 等候散场 他的化妆是成功的 那个恶人 好像没有发现他 演出一直在继续 直到天 一点点黑下来 才散场 张鼓看着那个恶人 扯着那个男婴 离开 他远远地 尾随在后面 看他们到底干什么去了 一大一小两个人 穿过一条又一条胡同 他们一直没有停下来 最后 张鼓跟着他们 竟然来到了野外 两个卖一人 还是没有停 仍然急急地 朝前走 出了阵子之后 张鼓感到 好像不是那个大人 扯着那个婴儿走了 而是那个男婴 扯着大人走了 他们越走越快 张鼓和他们之间的距离 越来越远 张鼓就跑起来 他们不会像故事里 讲的那样 把我领到一个坟地去吧 正想到这儿 那个男婴突然转过身来 他身上的戏装还没有脱去 脸上的戏装也没有洗掉 他那样子在不明不白的月光下 极其恐怖 男婴说话了 他的嗓音竟然很粗 啊 咱们一起走好 妈呀 张鼓吓得掉了魂 转身撒腿就跑 他当然是朝着有灯火的地方跑 第二天 男婴和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没有出现 接连三天 他们都没有出现 他们肯定是在暗处 时时刻刻地在窥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如果我不离开太平镇 那他们绝不会再露头 他们就像夏日里的郭郭 草身不知处 那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操纵着这个男婴 只是表象 实际上是那个男婴 在操纵着这个脸上有刀疤的人 这一大一小的两个人的背后 有更可怕的秘密吗 到底有谁能够给我个答案 张鼓回到绝伦地小镇的时候 天擦黑了 他静止来到小镇西郊野地的 那座孤零零的房子 太多太多的悬疑 只有去追问那个收破烂的老太太 他轻轻突一见乌 电线那光明的触角 还没有伸到这里 屋里点着一支油灯 很暗 一股煤气扑鼻而来 那个老太太在炕上坐着 好像在想什么新事 屋子里摆放的大多是废品 最让张鼓讨厌的是 那一堆堆人的头发 落满灰尘 看见了 看见了 可是 可我还是不明白啊 三十四年前 我生了个三胞胎 我生他们的前一个月 丈夫 就抱病死了 哦 山里人呢 日子苦 好不容易把他们三个养活了 可时间长了 我渐渐觉得 这不对头啊 他们的身体 过了一岁就不长了 怪啊 这样的事 地球上肯定再没有了 偏偏发生在我家 我一个女人 没有力量养他们一辈子 后来 我把他们遗弃了 那一年 我给他们煮了满满一锅粥 让他们吃 然后 我哭着 就走了 从此 四处漂泊 像野狗一样 给自己巡视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心里 一直放不下他们呢 又回到山里一次 发现 他们都不在了 听一个山里人说 他们三个 有一个死了 死在山路上 被他看见 他就 挖了一个深坑 把那孩子的尸体埋了 另两个 下落不明 不知死活 我四处寻找 终于 听说有一个神秘的男婴 出现在这个小镇 我就来了 啊 原来是这样 那他会不会是死去的那个 哎 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死了 哦 也许 绝伦帝的这个 是死去的那个 哦 也许 太平镇的那个 也是死去的那个 或者 他们都是人 还有 看不见的第三个 一切 都是他在作怪吧 一开始 一开始我就知道 你一直想戳穿他 所以 我对你有敌意 我想吓你 直到条条死了 我再也不忍心 看着他害人了 三十四年了 如果是人 这个男婴 今年 应该三十四岁了 突然 张鼓听见窗外有响声 他猛地抬头一看 竟然看见了男婴的那张 丑丑的脸 是他 张鼓跑出去四处看 没有脸 只有荒草 张鼓向铁柱 正式报了案 受破烂的老太太 是男婴的亲生母亲 她是铁证 铁柱跟张鼓来到十七牌房 扑进慕容太太家 屋子里 只有慕容太太一个人 那个男婴呢 我正找呢 都不见几个小时了 真是急死人了 嫂子 就是他干的 什么事啊 慕容太太知道 这一次不可能再是误会了 因为警察都出现了 他爹坐在椅子上 男婴像他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样 又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男婴失踪之后 十七牌房哗然 全阵哗然 男婴失踪了 小镇会不会恢复往昔的平常生活 张鼓和所有人一起期待着 请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 永远的婴儿 第九集 剧本改编 王天盈 录音合成 金瑶 后期合成 何林 剧中人物 张鼓 由雷波饰演 李太太 由傅玉饰演 慕容太太 由贺荣玉饰演 汴太太 由李玲饰演 李麻 由新振宇饰演 《斜匠》由王斌饰演 老太太 由金瑶饰演 旁白 何叶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